就说陈老师在中国生了很多孩子 失业负担不起生活 所以逃到美国 这样的人真的是为我们台湾民众能接受的吗 我在台湾有红吗 这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最近有一些人在黑我 其中有一小部分确实是台湾人 这也很不意外 毕竟台湾是言论自由国家 有很多的舔共仔 很多的网红都是舔共的 有些人不喜欢我的这些言论 这也是很正常的 前几天我就将这些黑我的这些截图 发到了社群 然后还有一些同派的人 就果然去把我这些截图拿去用了 待会的影片结尾 我会来放这样的一个影片 有一些中国的网红 就把我这些黑我的这些截图 是我自己分享出去的 他们拿去利用了 然后告诉中国人说 你看看陈老师在台湾多受人讨厌 过街老鼠 现在的台湾人多么讨厌他 台湾人都是支持祖国统一的 确实还蛮暖心的 我原本只是分享说有这些人在黑我 结果就被中国网红利用了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 有哪些抹黑我的言论 以及这些言论低级到什么样的程度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 疑似是台湾人的留言 如果是台湾人也不意外 当然有一些反理字 其实也并不一定是台湾人 毕竟现在这个网纪网络的年代 很多小逢都会利用这个反理字去转换 去模仿台湾人的口气进行资讯作战 让你们都以为原来台湾人也是想要回归祖国的 原来台湾人也讨厌我这样的中国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繁体的留言 他说请互相告知 陈老师其实他就是中共间谍 这样恐怖的人 我们能让他来台湾吗 如果有必要 我们会联署及通知美国边境管理局和洛杉矶移民局 让独裁者滚回独裁国家 为了台湾的国安 请一起分享这则讯息 不要让中国人来破坏台湾的民主 因为我们都是台湾人 OK你是台湾人又怎样 台湾本来就是民主的国家 像韩国人这样都可以在台湾进进出出 对不对 有这样台湾人的留言也不意外 当然了 其实如果真的你是台湾人的话 其实也没必要在结尾 句子当中 一直的不断的去强调 说我们都是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 如果你真的是台湾人 就没必要强调这些 那这里我也没有证据表明 你到底是不是台湾人 这都不是重点 那下面这个留言也是繁体中文 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 因为这个留言 他提到了陈老师为陈老鼠 台湾亲共网红 韩国人他给我取的这个昵称 还蛮有意思的 蛮可爱的 叫我陈老鼠没关系 因为我家里人叫我老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1996年的 我的生肖就是鼠 所以你叫我老鼠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些言论自由 你怎么叫我都可以 那这个繁体中文的留言说 我在PayPal 给这个陈老鼠1000美金 我PayPal从来没有收到过 1000美金这么大的 而且你这么讨厌我 你觉得你会给我1000美金吗 这种逻辑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吧 然后他说给了我1000美金在PayPal 然后他说 他说我说可以线下见面 结果现在也没有出现 根本就没有见面会 我从来也没有见面会 我自己都前阵子我都想说 我想去台湾去不了 我怎么去跟你们见面会 收门票来骗取我们的感情 我们台湾人都不会欢迎你 别再假吹台湾有多好了 台湾人其实不喜欢你 你也不要喜欢台湾了吧 太假的 你看 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台湾人了 但是这个昵称确实是台湾网红 韩国人给我取的 但是他的观众也并不一定都是台湾人 也有可能是他的中国粉丝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觉得又不太像是台湾人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台湾人 你没有必要在剧中这里一直强调 你们台湾我们台湾人 让我也不要喜欢台湾了 这种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 就是资讯作战 假装自己是台湾人 如果是换做其他的 像我这一类的网红 可能真的就 原来台湾人也这么讨厌我 原来台湾人也有这种小粉红的逻辑 可能就变得不那么太爱台湾了 但是你们真的不要得逞了 不要高兴的太早 不管你们就算你们是台湾人 不管你们骂的再怎么难听 你也只是代表一小部分人 你怎么能代表所有台湾人呢 还是我们台湾人根本都不会喜欢你 别再假吹台湾有多好了 台湾人其实不喜欢你 你也不要喜欢台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中国人 他留这种故意去制造仇恨的 让我间接的去讨厌台湾 然后呢 让我就像他说的 不要再去喜欢台湾了 不会的 我爱台湾 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个人的一个取向 这个不会因为他人的一句话 我就可以改变我对某个国家的喜爱 OK 然后还有网友留言说 这个是简体中文 他说小陈 你的每个视频我都有骂你 谢谢给我增加热度 以后要每天来哦 每天还要那样就是自己心里不想要看 但是心不甘情不愿 还是要硬着头皮 还要那么恶心的来看我的影片 这种人啊 就是自找恶心啊 就是自己明明心里不喜欢看 还要偷偷的打开手机来搜寻 陈老师来了 然后每天准时收看 每天准时来骂我 谢谢你给我的每一支影片增加热度 接着看他说的 小陈 你的每个视频我都有骂你 你是怕你在国内写巨款叛逃的事被人发现吗 我如果在国内写巨款叛逃的话 那我还有必要在美国这边说要等待什么移民吗 我直接投资移民就好了 而且巨款的话 我还有必要在网路上来去赚钱吗 我开YouTube来赚钱吗 没有必要啊 我如果有巨款的话 没有必要 OK 然后如果真的是写巨款的话 这其实就是个经济诈骗 经济犯罪 那个比如说我一开始到韩国的时候 韩国警方就可以直接驱逐我出境了 因为你只要是什么经济犯罪啊 杀人犯罪啊 这些都是可以在国际上通气的 OK 有一点基本的思维逻辑好不好 你小子等着 我们在行动 等着报应快到吧 我们是玩真的了 到时候别哭 这个在去年就有一波粉丝 不是粉丝 一波黑粉 一波中国的小粉红 比你们还要厉害 他当时就是在推理上刷屏洗版 很多骂我的有模有样 还说我在中国什么谋杀等等的 这种很离谱的这种情节 我看了都觉得很好笑 我看了都怀疑这个陈老师 是不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陈老师 因为他写的很像真的 所以我一下我都看了 这个陈老师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陈老师 只是在平行宇宙的 所以你们这些留言吧 抹黑的还太低级了 去年有一帮小粉 他们留言那个真的太高级了 在全网啊 什么Google啊 在什么Facebook啊 在Twitter上面有大量抹黑我的 就你帮这帮人呢 比他们还嫩着点呢 陈老就是假爱台湾 真爱共 我是爱共产党的 好吧好吧 我是爱共产党的 然后他说注意看 他的资料就写了不反共 然后他又强调 我是台湾人 你是不是台湾没有必要强调啊 我们不欢迎中国人来台湾 听说陈老师在中国生了很多孩子 因为失业负担不起生活 所以逃到美国 陈老师在中国生了很多孩子 我自己就是个孩子 我生了很多孩子 你是在暗示中国去年发生了 骇人听闻的徐州八孩事件吗 谢谢你再一次提到这个事件啊 然后说因为失业负担不起生活啊 负担不起奶粉啊 尿不湿啊 负担不起给小孩上学的这些费用 对不对 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这也间接的印证了你说的吗 因为失业负担不起生活 不就这间接的证明了中国的这个 就业环境的这个压力吗 对不对 OK 然后他说 所以逃到美国 这样的人真的是我们台湾民众能接受的吗 请大家复制贴到其他频道 越多越好 我们都是台湾人 谢谢这位黑粉 我相当于把你当作是我的粉丝吧 因为你说到处去粘贴 这种抹黑我的言论 其实很好啊 我就需要这种言论 我就需要这种抹黑我的 因为你们都在讨论 陈老师的时候 那我这个人呢 我的这个角色呢 我这个频道呢 我的这个话题呢 热度都会上升 其实我蛮感激你的 OK 像是这种类似的言论 其实蛮多的 我就随便挑了几个 还有很多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类型的节目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对这一次的节目有什么看法 这些言论呢 就被中国网红啊 拿去用了 他们以为捡到枪了 以为捡到宝了 甚至就把这些言论呢 搬到他们的节目上面去用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一位中国的这个爱国爱党的一个网红 然后呢 其实还挺像熊猫的啊 就是中国熊 中国熊猫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大猫熊 在他的节目里面 把我的这些抹黑的这些言论当真了 他认为这些台湾人呢 都这么讨厌陈老师 他告诉他的那些大陆粉丝 你看看现在的台湾年轻人 都讨厌陈老师 这些台湾年轻人呢 都想要跟中国统一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位大猫熊的这个表演秀 我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一个中国人 尤其是这个陈老师来了 他也是在中国活了二十年 他自己不也是一个小刘蛙吗 先声明啊 这个陈老师 他是一个中国大陆人 他并不是台湾人啊 对台湾岛内的民众洗脑的手段呢 确实是升级了呀 见面会 但是呢 他其实是在弄虚道家 有没有冒出你私下见粉丝 你自己心里不知道 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咱来看看他们这台湾 这些网友是怎么说的 这个陈老师就是假爱台湾真爱共 我是台湾人 我们不欢迎中国人来台湾 就说陈老师在中国生了很多孩子 因为失去负担 而负担 实业负担不起生活 所以逃到美国 这样的人真的是为我们台湾民众能接受的吗 还有一个台湾网友说了 就是他给了陈老师 陈老师直接给他改名字了 改成陈老师了 一千美金 可以说是先下见面 但结果呢 没有出现 根本没有见面会 收门票来骗取他们的感情 他们台湾人不会欢迎你 第三个网友说了 小陈 你是怕你在国内写巨款 判倒的事被人发现吗 你小子等着吧 我们在行动上等着 你的暴眼应该快到了 我们是玩真的 到时候你可别哭 从以上结论上来看呢 我自己的看法呢 是这货 他有这个骗人的倾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逃到了美国以后 他又没有钱 他就指望YouTube上 这点广告费去生活 美国是什么人呢 一群痴人不脱骨头的呀 你没有钱 他们会给你挣这费货 你不给他好处 他会给你 还有一些人呢 就做得更加过分 在于我看来 其实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就要号召很多人啊 去联署向美国的边境管理局 以及洛杉矶移民局 说我反假反共 说我是骗子 这些啊 你以为移民局真的是简简单的 听你这个检举信就会认定的吗 你真的是太嫩了 因为去年就有一大批的小逢 比你们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去年有很多小逢去检举我 其实呢 这种事只会加剧这个案子的进度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除非我真的是做了什么啊 一个非常过分的事情 然后引来了网络上 大量的人的这个影响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这个才可以 那我怎么讲什么样的程度呢 去年甚至有一个 跟我类似的一个人吧 他也是被一些黑粉 一些或者是中国的一些人 啊 恶意的检举他 那件事情虽然闹得很轰动 但是反而加快了 他的那个移民的进程 就是有很多小逢啊 检举他 那个移民的那个证据啊 说他的移民是造假 欺骗 说他不是反共 说他是一个很坏的人 啊 说他是一个不值得庇护的一个人 当地的移民局啊 这些机关 根本就没有采取 因为你这些东西 非常不可靠 而且移民局 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参考你的东西 连我们这些本人去 他都不会鸟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拜登 人家都懒得care你 你真的以为你是个是个傻逼吧 啊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去年在欧洲一个 也是反共的人 他呢 一开始遭到很多人检举 说他是欺诈移民局 说他是中共间谍 说他是间谍啊 我也收到过类似的这些黑粉 其实你们就是帮助我们增加热度 然后说那个人是间谍之外 做了更加过分的事 以那个反共的那个人的名义啊 以他的名义去欧洲的各大酒店 还有欧洲的各大政府机关去投检举信 包括恐吓信 恐吓当地的政府说 以他的名义要去扔炸弹 安置了什么炸弹 这些其实都是犯罪行为 就不讲那些犯罪人的行为 就讲这个被冒充的这个反共的这个人的 他的那个移民的案子吧 最终是加速了他的移民的进程 因为热度上来了争议性上来了 移民局就关注到了 迅速的就给他了面试 所以啊网路上的这些黑粉啊 你不管怎么黑我 其实就是给我增加热度 那丝毫影响不到我半根 然后呢你们做的这些 如果一旦确认是犯罪行为的话 这些都会保持追究的这个权利 只要像是什么诽谤啊造谣啊 这些啊如果一旦认定是犯罪的话 这些都是不会姑息的 我希望啊这荧幕前的这些黑粉呢 你们可以去骂我 但是千万不要犯法 违法是不可取的 上一次很多观众都猜错了我的身高 大多数人选择说168 我是178 差两公分就是180 唉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这个脸比较肥吗 看起来是一个矮脸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身高 我估计站到后面都容不下我的这个身高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我刚刚站到后面头都容不下去 ok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大家对于这种啊回复酸民吧 很正常的人红是非多吗 大家对这种类型的节目 觉得有希望看吗 因为这种类似的言论太多了 我只是随便选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似的节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喜不喜欢 或者是对这样的题材有什么建议的话 因为我毕竟也是个新人 也不太懂你们喜不喜欢看 那然后如果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记得啊帮我按个赞 不是倒赞 按倒赞也没关系了 帮我增加热度 然后呢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啊 就是分享我刚刚说的那些 然后呢如果想要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就是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广告啊 尽量帮我看30秒 然后呢 呃还有就是你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只要新台币15块 你就可以解锁频道会员的一些资讯呢 包括频道会员的一些影片呢 OK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谢谢你们